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回到东托邦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 也是风水的指导思想 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以分割的整体 要按照天道运行的方式生活 才最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发展 关于风水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期节目了 最早的风水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福西德河图洛书,推演八卦,是阴阳五行的起源 后来到了冬季时期 郭普首先提出了风水一词 到了隋唐时期 随着中华风水之术的广泛流传 也逐渐影响到了周边的各个国家 就比如说韩国和日本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 风水思想与两国的地理特点 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文化逐渐结合 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就发展成为了日韩两国独有的风水文化 中国虽然是风水的发源之地 可是近代风水之学 因为战争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 很多著名的典籍被损毁 差点失去了传承 所谓虎落平阳被犬齐 在近现代史上 中国与日本曾经爆发了多次风水大战 今天就来聊聊其中最玄幻的 发生在上海陆家绝的中日风水大战 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先要介绍一下日本的风水学 南北朝时期的南浮渔国高僧关乐 携带中原典籍东渡到日本 让中国的阴阳学说和奇门遁甲之树 飘洋过海 在日本生根发芽 随后在日本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流派 日本正统的阴阳家 以及九菊一派 也称九菊一流 九菊一派分为两个分支 其中一支主修奇门遁甲之树 第二支主修的是星象堪鱼 也就是风水之树 他们以圣洁的八瓣菊花与灰印 有人可能会问了 既然是八瓣菊花 为什么要称为九菊一派呢 相传九菊一派中 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极其阴毒 他们可以驱使邪术 使用九种不同的毒粉来滋养菊花 让菊花在寒冬也能盛开 此时的菊花不但有剧毒 而且还是修炼艺术的必要之物 九菊一派中高手层出不穷 而且各个形势极为隐秘 行踪飘忽不定 外人很少知晓 1990年 香港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 驱魔警察 其中就提到了日本风水的九菊一派 时间来到了90年代末 21世纪初 相传上海陆家嘴的这场风水大战中 日方背后的神秘推手 就是这个九菊一派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 中华龙脉始于昆仑 延绵到各地 分为干龙 织龙和夜龙 覆盖华夏大地的干龙有三条 第一条北龙 也就是更龙发脉 西起昆仑山 向北延伸 经过麒连山 赫兰山 殷山 之后转向大兴安岭山脉 与长白山脉 主要覆盖新疆山西和东北三省 第二条中龙 也就是镇龙发脉 主要覆盖四川中原地区 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 第三条南龙 也就是驯龙发脉 覆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上海就是位于这条南龙龙脉的龙头土气之地 在中国的山脉水系中 山脉为山龙 江河为水龙 山龙主贵贱 水龙主贫富 北京位于山龙聚首之地 也因此呈现了欢贵之气 上海位于长江水龙土气之地 所以呈现了财富之气 黄浦江作为上海 汇入东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贯穿上海市区 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和浦东 因此黄浦江也被称为 是长江的一条支龙龙脉 这条黄浦江龙脉 称九区来水之势 而上海陆家嘴 就位于九区来水中最得势的一区 除此之外 黄浦江江水还形成了一个椭圆形 紧紧地环抱着上海 这样的地形在风水上 被称为是玉带揽腰 就像是古代高级官员的腰带 腰带中央镶了一块美玉 也就是玉腰带 玉带揽腰的风水格局 与楼宇友情相绕 居住在那里的人 非富即贵财运亨通 在整个中华大地上 像这样天然形成 如此漂亮的玉腰带格局 也没有几处 而今天的故事 就发生在陆家嘴这块风水宝地上 1995年 日本三大厦诸室会社 有意要在上海陆家嘴 新建一座亚洲第一高楼 这栋摩天大楼 便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大楼于1997年开始施工 原计划建造460米 地上有94层 计划花费将在12亿美金 也就是80多亿人民币以上 后来因为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工程一度停工了6年 于2003年重新开工 复工后 因为其原本的设计高度已经被其他摩天大楼的建筑计划所超越 日方又对大厦的设计进行了改建 比原来增加了7层 地上达到了101层 总高度达到了492米 上海环球竞争中心于2007年9月14日封顶 2008年8月28日竣工开幕 竣工当时是中国大陆第一高楼 有人可能会问了你一个日本公司赤资十几亿美金 在中国建一栋亚洲第一高楼 你这图什么呀 几个意思呀 事实上从1995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最初设计开始 关于它的留言和猜测就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最初公开的设计图纸是长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一看这个外观设计就不淡定了 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两把日本军刀拖着一轮太阳吗 这样的造型在国内很快就引起了渲染大波 一些风水师将其称之为双刀拖日 属于形态风水的一种 也就是用建筑的外形来呼应某种事物 不出所料 环球金融中心最初的设计方案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后来亚洲金融危机过后 日方实在是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修改了设计图纸 将大楼顶端的圆形空洞更改成了倒梯字形 可这样的改动并没能缓解形态风水上的瑕疵 当日照当空时 通过倒梯字形可以看到一轮耀眼的太阳 双刀拖日的造型立马就变成了两把日本军刀拖着一面日本国旗 不过直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风水大师们还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原因是形态风水在不改变周围气场的情况下 对于风水局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了 当时中国的各大风水师们心中还暗自窃喜心想 你们搞了半天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不足为惧 可是直到2007年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快竣工时 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中国的风水大师们这才意识到坏了 什么双刀拖日什么形态风水 这些都不过是日本风水师们放出来的一个障眼法而已 真正的大招阴招是憋在后面了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这两把日本军刀的刀刃 并非向内而是向外 同时利用大厦左右两侧的四个光滑平面 汇聚成强大的气流 这样大厦就形成了两把极具煞气的钢刀 亚洲最高楼所形成的钢刀煞气 可就不是形态风水的范畴了 它已经影响甚至搅乱了周围所有的气场 那么这两把钢刀究竟是要砍哪呢 当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旁边最高的建筑要属金茂大厦了 它楼高420米比环球金融中心矮了72米 可是钢刀的刀刃也没有对准金茂大厦呀 难道是要砍周围的一些小龙吗 不可能呀 这也犯不上呀 其实从卫星地图上答案一目了然 钢刀的刀刃要砍的是黄浦江的龙脉 也就是环抱着陆家嘴的玉腰带 黄浦江与长江汇合之后 源源不断的流向大海 向周围缓慢的散发着流动的气场 普通大厦的煞气是无法伤害到龙脉的气场的 可是492米高的亚洲第一大楼就另当别论了 它所形成的钢刀煞气 在每天日出东方之时 都会给黄浦江龙脉带来致命的一刀 在风水上形成一箭封猴之势 属杀阵来大忌 长此以往龙脉不可能不受损 另外 普通又是上海的渔腹之地 钢刀从渔腹部穿过 渡破而渔亡 这种寓意极其不吉利 事实上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刚刚竣工的那一年 又刚好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钢刀斩妖煞 让上海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刀已经埋下了 而且还是日方斥资建造 不可能说拆就拆的 只能作局化解 下面就刚才我方的风水大师登场了 由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在商界和民间曾经引起过巨大的争议 各路风水大师曾经提出过多种方案进行化解 有人说可以在环球金融中心周围 修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池 然后在水池边上雕刻荷花作为装饰 寓意的是环球金融中心就像是 金融月水中花或者是荷塘月色 不管是金融月还是水中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表示的都是虚假幻境徒劳一场 另外环球金融中心的钢刀属金 在其周围射水 以水的柔性缠绕住金的钢性 表示的是以柔克钢 还有人建议说 可以在上海人民广场修建一座巨大的后翼射日的雕像 箭头直指环球金融中心最顶端的倒梯形空洞 让后翼直接把双刀托日给射下来 不过这些都仍然停留在形态风水的范畴 知标不知本 最终有关部门决定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旁边 再建另外一座直耸云霄的摩天大楼 给予其正面回应 而这就是后来的上海中心大厦 中心大厦的建造地点就在环球金融中心旁边 陆家嘴最后那一块预留的超高层建筑空地上 也是1993年制定的上海陆家嘴中心区域规划设计方案中的Z32块地 据说当年有很多外资企业想要出比地价高几倍的价格拿下那块地 但是上海的有关部门都坚决的说了不 原因是那是陆家嘴金融区域最后一块建摩天大楼的规划用地了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2006年9月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全面开工的第二年 上海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了上海中心大厦建造项目的招标活动 2008年 在经济环境最不好的时候 上海中心大厦开工了 经过了近8年的施工于2016年落成 上海中心大厦总高为632米 地上119层 5层群楼和5层地下室 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足足高出了140米 民间流传 上海中心大厦就是为了镇压环球金融中心的钢刀杀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海金融中心呈现出直耸云霄的螺旋状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叫做打蛋机 但是在施工之前 在中心大厦外观设计上 各界人士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的 最初相关部门向19家国内外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征集设计方案 在第一轮评选之后 入围的有4家公司 分别是英国Foster建筑事务所的擎天剑造型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狼牙棍造型 同济大学设计研究院的钢铁盾牌造型 以及美国Gancellor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龙形旋风式造型 擎天剑和狼牙棍的造型显然是属于以毒攻毒 比环球金融中心还高出140米的这把巨型武器 毫无疑问轻轻松松就能把日本钢刀给怼残 但同时也会殃及周围建筑的气场 再加上虽然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方投资所建 但是里面入驻的企业大部分还是中国自己的 这样商敌1000自损800的路数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同济大学的钢铁盾牌造型行不行得通呢 乍看之下这样的造型是属于防守的姿态 可是钢铁盾牌虽然是挡住了日本钢刀 对黄浦江龙外的致命一击 但是高达600多米的霆天大楼 四面成90度角的墙壁 也能形成强大的气流 也就是风水上所说的天斩煞 相当于挡住了日本的钢刀 可是自己又制造了一把钢刀 砍向了黄浦江 最终的竞选结果 大家今天都知道了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的是龙形旋风造型 那么这个造型究竟赢在哪呢 从外观上看 龙形旋风就像是一条盘旋上升的巨龙 寓意着经济和国力的燃燃上升 而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古代天子以真龙自居 我们也常常自称为是龙的传人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外观打造出来了一种 人造龙卷风的气场 没有擎天剑和狼牙固那么强的攻击性 将日本钢刀的煞气直接带入云霄 较为柔和的化解了这场风水局 上海中心大厦的开发商 是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5日 注册资金高达86亿元 可以说就是为了建造上海中心大厦 所成立的一家开发公司 像这样的大项目 注册资本可想而知 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国有资本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世界经济进入寒冬恐慌的同时 11月28日 上海中心大厦强势打装开工 要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是在2008年8月29日竣工营业的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工 仿佛就是在宣告 属于环球金融中心第一高楼的时代即将结束 另一个时代马上就要开启 在这场风水局中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上海金贸大厦 陆家嘴的三座摩天大楼 金贸大厦420米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 上海中心大厦632米 这些弄大楼也有着注射器 开瓶器 打弹机 三大神器的称号 上海金贸大厦于1999年建成 按说这场21世纪的风水大战 跟它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只可惜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局中人 和上海中心大厦一样 金贸大厦的开发商也是专门为这个项目组建的 名为中国金贸集团有限公司 而大厦的设计方是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 没错 就是那个为中心大厦设计狼牙棍造成的公司 可别小看这家公司 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迪拜阿利法塔 和当年的北美第一高楼威利斯大厦 都是出自于这家公司之首 SOM设计公司为金贸大厦设计的是宝塔造型 塔是中国古典的高层建筑 一般在河边或者水边都会有一座宝塔 寓意是宝塔正合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代表着吉祥和顺利 在黄浦江江边上 屹立着这样一座宝塔形的摩天大楼 意味着大楼即将时时刻刻的镇守着黄浦江 保卫整个上海地区的蓬勃发展 可以说当年SOM设计公司 抛出这样一张设计图纸的时候 就已经宣告了竞标的结束 最终SOM设计公司几乎是以全票通过 虽然说金贸大厦的外形设计灵感 来自于中国的宝塔 但是远远看过去金贸大厦的外形更像是一把箭 没错就是唐高宗赐给敌人节 用来捍卫大唐江山的抗龙箭 箭不像刀剑那帮锋利 出手不至于置对方于死地 最重要的是打断兵器 从而制服敌人 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门神 玉池宫手中所持的法器 正是水魔钢鞭 也就是抗龙箭 有了玉池宫 门神秦琼怎能缺席 我们看这张年画图 上海金贸大厦和上海中心大厦 刚好对应着门神玉池宫和秦琼手中的法器 就像是两尊门神一左一右 镇守在环球金融中心两侧 我看你小子还敢造次 至此陆家嘴三栋摩天大楼的平衡格局最终形成 这三栋摩天大楼 不仅仅是上海滩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更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 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缩影 金贸大厦代表了20世纪中国本土经济的迅速崛起 环球金融中心代表了外国资本迅速涌入中国的时期 而中心大厦则代表了中国经济 是要与世界经济齐头并进的趋势 最终还是那句话 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养人人更养风水 细想一下 上海中心大厦选择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2008年年底开工 可能也是想要通过这个项目 树立大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毕竟有句老话是 经济困难时期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加重要 那今天就要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